哈喽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 说你好 汉语课堂 我是你们的汉语老师Fiona 很开心又跟大家见面啦 今天啊 我们将一起来学习一下 第八课第一部分 朝三暮四的古今义 古今义的意思啊 就是古代的意思和现在的意思 上节课呀 我们学过了两个成语 成语呢 它在中国汉语中呢 是占很大部分的 成语都是讲一个故事 然后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 第六课和第七课学过的成语吗 第六课我们学习的是啊 盲人摸像 它告诉我们的道理是啊 盲人摸像指的是啊 不要片面的去下结论 要全面的去看待问题 第七课呀 我们学的是啊 精诚所至 精识为开 那这个成语的意思啊 就是说 只要认真努力 全心的去做事情 那么多么困难 什么困难呢 都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今天啊 将会来看一下 朝三暮四 它的古今义有什么变化呢 首先啊 我们在上课之前呢 做一个小小的热身环节 我们看一下 大家能够说出 下面图片中食物吗 看一下上面最最顶层的 我们可以说是啊 糖冰淇淋 对吗 ice cream 对 看一下这边呢 哦 猪肉 猪肉 鱼主要是肉类 对不对 还有鸡肉 这部分啊 主要是啊 肉类 那这部分呢 主要是奶制品 都有什么呀 嗯 cheese 用汉语怎么说 奶酪 然后呢 牛奶 奶油 对不对 OK 让我们看一下第三层 第三层啊 左边是啊 蔬菜的部分 那右边就是啊 水果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水果都有西瓜 这个是什么呀 又汉语怎么样来说 很健康的一个水果 这两年非常的流行 牛油果 牛油果 OK 非常好 香蕉 蓝莓 梨 对不对 OK 那右边这些蔬菜呀 大家是不是都认识啊 嗯 胡萝卜 茄子 瓜 萝卜 西红柿 原白菜 原白菜 那最下面这一层呢 就是啊 我们的主食部分 主食部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包子 米饭 和面包 蛋糕 OK 非常好 这是啊 我们图片中的食物 那现在呢 同学们想一下 在你们的国家 有哪些常吃的食物呀 老师知道欧洲啊 美国一些国家呢 常常会吃面包 对不对 还有亚洲啊 一些国家会吃 米饭 还有粉 粉 粉 对不对 嗯 OK 那有一些食物跟中国相同吗 又有哪些不同呢 大家可以在客厦做一个小小的对比 好 那现在呢 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生词部分 第一个生词啊 我们就要讲的是 朝三 暮四 这个我们一个字一个字 先来分析一下 朝的意思啊 就是早上 早上是三 暮的意思啊 是晚上 晚上呢 就变成了四 那早上是三 晚上是四 说明呀 常常变化 反复无常的 不固定 所以啊 朝三暮四 在汉语中的意思呢 就是 说明了 常常发生变化 然后呢 反复无常 我们可以说呀 我们可以说呀 他不是一个朝三暮四的人 他说话呢 非常的 算数 就是他是一个很肯定的人 不会常常发生变化 大家明白朝三暮四的用法了吗 我们可以用在 用来说一个人的性情 他是一个朝三暮四的人 或者是说他不是一个朝三暮四的人 嗯 还可以怎么样来用呢 朝三暮四的里民 经常欺骗女孩子 OK 这个是朝三暮四的用法 我们看一下下面词汇 啊 我们可以说 SSK四级词汇 SSK五级词汇 固定 固定的意思啊 就是啊 不会发生变化很稳定 它可以是用作形容词 也可以用作动词 我们可以说 固定的结构 固定的结构 也可以说呀 我们要有一个固定的收入 固定的收入呢 就是每个月的收入呀 不发生变化 这个时候呀 我们叫做固定的收入 固定的结构 固定的结构 也是说结构呢 不发生变化 那固定呢 还可以做动词 我们可以说 把桌子固定好 固定好这个架子 把桌子固定好 固定这个架子 在这里啊 固定呢 固定呢 都是啊 做动词的 OK 这是固定 我们可以说固定的结构 固定收入 整体啊 它的意思就是 全部的意思 嗯 它是一个名词 我们可以说 我们班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我们班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OK 我们班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这个时候呀 整体呢 它是做名词的 还可以怎么样造句子呢 我们可以说 我们要以整体的利益为先 然后呢 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那和整体相反的就是个人 对不对 是自己 所以呀 我们可以说 我们要以整体的利益为先 不要先考虑个人的利益 这个呢 就是整体 下面我们看一下综合 综合的意思啊 就是把各个部分呢 对象合成一个整体 我们叫做综合 把所有的对象呢 放在一起 我们叫做综合 比如说 把听说读写合在一起的课 我们叫做综合课 汉语综合课 还有呢 我们可以说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呀 我们要综合大家的力量 完整 可以说完整的家 就是爸爸妈妈都有 我们叫做一个完整的家庭 哲学家 philosopher 我们叫做哲学家 预言 fible 我们可以说 预言故事 在中国呢 有很多预言的预言故事 OK 好 这是我们生词的第一部分 跟老师一起来读一下 朝三 五四 读乎 小四 读乎 固定 结构 整体 综合 完整 哲学家 预言 OK,好,我们看一下词汇的第二部分 喂养 OK,喂养我们是说它第一个是喂 还有一个是抚养 那就是说照顾小孩子或者是小动物 并且喂给它们,让它们长大 这个我们叫做喂养 可以说是小孩子,人,也可以说是小动物 怎么样来用呢? 我们可以说,它不知道怎么喂养小狗 还可以说,它没有能力喂养它的孩子 它不知道怎么喂养小狗 它没有能力喂养自己的孩子 OK,就是喂养 群啊,它是一个量词 常常是说很多人或者很多动物的时候呀 我们用群来做量词 比如说,一群人 一群山羊 这个时候呀,我们用群 形容形容非常多的意思 猴子 嗯,这个我们都知道哈 猴子 喂养小猴子 喂养一群小猴子 喂养一群小猴子 宠物 嗯,我想养一只宠物 我想养一只宠物 我想喂养一只小猴子做宠物 相处 to get along with another 那我们可以说是两个人呢 他们两个的相处怎么样 还可以说,我们相处得非常愉快 和他的相处方式很轻松 和他的相处方式很轻松 我非常喜欢和他相处 OK,这个呢,是相处的用法 我非常喜欢和他相处 相处得非常愉快 还可以说相处的方式很轻松 OK,这个是相处 彼此 each other 在汉语中啊,它是做名词 表示的是互相两个人 比如说怎么样来用呢 我们可以说彼此关心 就是我关心你,你关心我 我们叫做彼此关心 还可以说彼此照顾 我照顾你,你也照顾我 这个叫做彼此照顾 还有呢,彼此同情 后面可以加上互相的一些动词 或者是情态动词都可以 彼此关心,彼此爱护,彼此照顾 这个呢,是彼此的用法 看一下16个表情 可以说面部表情 他的表情怎么样呢 他表情非常的伤心 这个是表情 好,看一下下面 行为 behavior 对 我们可以说肢体行为 就是身体上的 还可以说心理行为 是心理变强的 嗯,他的行为呢 非常的优雅 嗯,我不喜欢你这个行为 对,他是名词 我们可以这样的来用 好,看一下对方 对方呢,就是 the other side 或者是说the other party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说 我们要关心对方 就是你的另外一个人 我们叫做关心对方 还有呢,照顾对方 体谅对方 看一下 彼此啊,是两个人相互的 那对方呢,是指对面的这个人 嗯,我们要学会关心对方 而且我们要学会呢 体谅对方 OK,这个是对方和彼此的 大家掌握了吗 彼此啊,是两个人的 那对方呢,就是一个人的 关心对方,照顾对方 那彼此呢,是彼此关心 彼此照顾 好,看一下下面 蔬菜 嗯,这个我们都知道 吃蔬菜 嗯,吃蔬菜 蔬菜呢,对身体非常有好处 粮食 嗯,我们可以说 嗯,粮食 是可以帮助人们 度过饥饿的 这个是粮食 家庭 幸福的家庭 财产 财产 那我们可以说 私有的财产 我自己的财产 嗯,他是一个有钱人 有很多财产 这个时候呀,我们可以用财产 消财 消费 看,虽油膜们说是消费 你一个月要消费多少呢 嗯 我们还可以说家庭消费 OK,看一下下面 节省 to save 我们可以说节约 他是一个非常节省的人 我们要节省消费 好,看一下下面 限制 限制啊 我们可以说 限制消费 限制食量 他吃饭的量 还可以说限制了自由 嗯 限制自由是不正确的一个选择 嗯 现在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被限制出行 好,我们看一下下面 猪 这个我们都知道哈 屁 调皮 我们常常是用来形容小动物 或者是孩子 嗯 看下面淘气 嗯 可以说 调皮的孩子 经常跟人淘气 调皮的孩子 经常跟人淘气 OK,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最后这部分的词汇 项子 项子是一种树的果实 项子 果实 fruit 项子是一种果实 项子是一种果实 不足 我们可以说不够的意思 比如说 粮食不足 粮食不足 它的精力不足 就是不够的意思 还可以说能力不足 还可以说能力不足 考试通过不了 我们叫做不足 是不够的意思 好 看一下下面 到 嗯 到呢 是指 我们常常是说 呃 就是 用来 呃 从相反的一方面去说 就是跟一般的情况下相反 比如说 粮食不足的时候呀 用巷子 喂猴子呢 倒是一个办法 倒是个办法 这个时候呀 是指说 跟正常情况下呢 呃 相反的时候 我们用倒 看一下下面 馒头 嗯 馒头我们都知道 是吧 吃馒头 中国人非常喜欢吃馒头 特别是啊 中国的北方人 磕 它是一个量词 用来形容非常小的 或者是圆的一些 一些东西 我们叫做磕 一颗花生 一颗巷子 好 这是我们词汇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请同学们跟老师一起来读一下 喂养 群 猴子 宠物 相处 彼此 表情 行为 对方 蔬菜 食量 粮食 家庭 财产 消费 节省 节省 限制 猪 调皮 淘气 巷子 果实 布足 倒 馒头 磕 好 好 现在呢 我们带着单词 一起来走进课文 首先请同学们读一下这部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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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OK好 现在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读一下这部分 成语是汉语中非常有特点的一部分词汇 成语有固定的结构 不能随便更改 它的意义是整体性的 不是每个字意思的简单相加 而是综合起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 一般来说成语的意义也是稳定的 很少发生变化 比如我们学过的盲人摸象和京城所至金学为开 但也有古今不同的 像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朝三暮四 中国古代有一位哲学家 在他的书中讲了这样一个寓言故事 首先啊 我们知道成语啊 老师说过 是汉语中非常有特点的一部分词汇 那成语的特点是什么呢 大家想一下成语的特点是什么 嗯 它是有固定的结构 就是不会发生变化 然后呢 这个结构呀 大家不能够随便的改了 比如说朝三暮四 就是朝三暮四 你不可以说朝四暮三 不可以改变它 而且它的意义啊 是一个整体性的 是它们四个字放在一起 表达一个意义 不是每个字的一个意思 简单相加 是综合起来啊 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 这是成语的两个特点 第一个啊 就是它有固定的一个结构 然后呢 它的意思啊 是一个整体性 而且呀 成语的意思呢 是很少发生变化的 比如说 我们之前学的盲人摸象 经成所知啊 经时为开 这些呀 意思都不 都是不发生变化的 但是啊 也有一部分词汇呢 它的意思啊 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呢 它也发展变化了 比如说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朝三暮四 它是一个预言故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先读一下这部分内容 好 现在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读一下好吗 从前有位老人 喂养了一群猴子当宠物 相处久了 彼此居然可以从表情 声音和行为举止中了解对方的意思 猴子太多 每天要吃大量的 每天要吃大量的瓜果 蔬菜和粮食 然而 一个普通的家庭 财产不多 哪有那么大的财力 满足一群猴子 对食物的长期需要呢 老人甚至必须减少家人的消费 好节省些食物 拿去喂养猴子 他注意到该限制猴子的食量了 问题是猴子不像猪狗 吃不饱时仅仅只是叫嚼 他们如果得不到好的待遇 就会像一群调皮的孩子 经常跟人淘气 OK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老人啊喂养了猴子 做什么呢 做宠物 对当和做的意思是一样的 当什么和做什么 那相处时间久了呀 他们可以从表情 声音 还有行为举止啊 看一下 就是动作 行为举止 了解对方的意思 那猴子非常多 所以他需要大量的花果蔬菜和粮食 然而 然而啊 这里的关联词语 我们用作转折 表示的是相反的 一个普通的家庭啊 财产不多 所以啊 哪有那么大的财力 意思就是反问语气 对不对 没有那么大的财力 却满足一群猴子 对食物的一个长期的需要 老人甚至 看一下 甚至是指退一步来说 甚至啊 减少家人的消费 节省呢 粮食去喂养猴子 但是啊 猴子呢 他如果是待遇不好的话呢 他就会 非常的 淘气 好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部分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老人的朋友送给他很多巷子 这是一种猴子爱吃的果实 在其他粮食 在其他粮食不足的情况下 用巷子喂猴子倒是个办法 于是老人对猴子们说 今后你们除了吃馒头 还可以再吃一些巷子 我早上给你们三颗 晚上给四颗 OK 老人想到了一个办法去喂养猴子 对不对 嗯 因为呢 粮食不足的情况下呀 老人的朋友啊 送给了他很多巷子 我们知道是一种果实 他是猴子爱吃的果实 在粮食不足的情况下呀 我们说相反的方向就是 粮食不足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办法 所以啊 于是呢 老人就用巷子喂猴子 早上给他们三颗 晚上呢 给四颗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课文内容 大家掌握了吗 嗯 首先我们介绍了一下成语 有一些成语呢 是啊 成语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 呃 呃 词语在汉语当中 它的结构呢 非常的固定 它的意思呀 非常的完整 那很多成语呢 它的意思啊 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但是啊 有一些成语呢 它的意思会发生变化 比如说我们今天学习的 朝三暮四 朝三暮四啊 它的成语是怎么样变化的呢 叫来源于一个寓言故事 在古代呀 有一个老人养了一群猴子 对不对 那猴子的食量会越来越大了 有个朋友送给老人很多巷子 所以呀老人呢 就早上喂给他们三颗 晚上喂给他们四颗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将会在下节课当中来学习一下 现在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节课的一个语法点 我们看一下 到 第一个用法呀 看一下 它是一个副词 表示的就是我们跟一般情况相反的时候呀 我们用作到 是跟一般情况相反 比如说在其他粮食不足的情况下 用巷子喂猴子倒是个办法 对一般情况下呢 是不会用巷子喂猴子的 但是啊 现在呢 粮食不足 那这个倒是个办法了 还可以怎么样来用呢 少年不解的问 不解就是不明白 少年不明白的问 不解的问 怎么勇敢反到成为缺点了 这里的刀呢 指的是啊 从一般情况下 跟一般情况下相反 对不对 因为啊 一般情况下 勇敢是优点 但是啊 跟一般情况下相反的时候呢 勇敢呢 倒是缺点了 第二个到的意思啊 表示的是啊 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 有这样的人 我倒要认识 就既然有这样的人 我没有想到 我要去认识一下 这个倒啊 它是没有想到的意思 它表示的 它也是一个副词 用在动词的前边 小流租的房子 虽然很小 不过收拾的倒还干净 嗯 很小 但是没有想到 这么小的房间呢 收拾的很干净 这里啊 我们用倒 收拾的倒还干净 第三个用法呀 大家要记住 它是表示的是让步 我们先用这个倒来肯定 然后再说其他方面 质量倒是挺好的 用倒呢 来肯定 啊 质量挺好 但是啊 就是啊 价格太贵了 对 质量倒是挺好 就是价格太贵了 OK 那我们说的是 倒是啊 是说 嗯 我先肯定你这个地方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我再提出来 其他的方面 我倒是啊 很愿意参加这次活动 就是暂时无法确定 是否有时间 先肯定一下 我是很愿意参加活动的 只是说呀 我没有办法确定 是不是有时间 好 看一下第四个 倒 还可以表示不耐烦的问 或者是催 你究竟去还是不去 倒是说句话呀 表示的是不耐烦了 你去还是不去呀 你倒是说呀 是这样的一个仪器 你倒是说说看 这件事 你不负责 谁负责 那这个也是 表示不耐烦 或者是催 你倒是说说看 是这样的一个语气 好 首先我们总结一下 倒呢 有四个意思 它的语法呢 它的这个词语 有四种用法 第一个呀 表示的是一般情况相法 勇敢呢 反倒是成为了缺点 第二个倒呀 表示的是没有想到 出乎意外的 有这样的人 我倒是要认识认识 第三个呀 可以表示啊 让步 先用倒缺 肯定 然后再说其他方面 质量倒是挺好 就是价格太贵了 第四个呀 表示的是不耐烦的问 或者是催 你倒是要说说看啊 掌握了吗 现在我们一起来 做一个小小的练习 你觉得这套房子 装修的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来说呢 我们可以说 这套房子装修的 倒是挺好 就是太小了 这套房子装修的 倒是挺好 就是太小了 看一下第二个 做起来可就难了 嗯 这件事看起来 倒是挺简单的 做起来可就难了 这件事看起来挺简单的 做起来可就难了 第三个 第三个 找什么急呀 再等两分钟 马上就好了 嗯 怎么样来说呢 究竟去还是不去 你倒是说句话呀 你倒是走 还是不走 嗯 都可以 究竟去还是不去 你倒是说句话呀 你倒是走 还是不走 OK 倒是大家掌握了吗 嗯 现在呀 我们有一个词语 叫做彼此和互相 就是彼此关心 彼此照顾 互相关心 互相照顾 那同学们会弄混 这两个词 一样吗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首先呀 他们表示的是 双方都有同样的行为意思 比如说我们要彼此关心 彼此照顾 我们要互相关心 互相照顾 这是一个同样的行为 我们彼此都很了解对方 我们互相都很了解对方 是双方的 对不对 嗯 但是啊 在这个时候 他们是相同的 但是啊 他们两个呢 有不同的地方 首先呢 第一点 彼此啊 它是一个代词 是可以用在动词前面 做主语的 比如说 彼此要可以从表情 声音和行为中了解对方的意思 你们要彼此去关心对方 这个时候呀 彼此呢 我们是啊 可以做主语的 它是一个代词 意思就是你们两个人 但是啊 互相是不可以做代词的 它是副词 需要有主语 好朋友应该互相帮助 嗯 彼此互相 彼此要帮助 彼此是可以做主语的 但是互相啊 它只能做副词 需要有主语 同时啊 彼此呢 可以做编语和定语 在做编语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不分彼此 这个时候呀 彼此是来做编语 我们彼此的爱好相同 彼此的爱好是可以做定语的 但是啊 互相呢 不能做编语和定语 对 对 他只能做副词 同时啊 还有一个区别 就是彼此是可以重叠的 表示呢 双方差不多 比如说 咱们俩 彼此彼此啦 这样的 我们彼此彼此了 我画的比你好不了多少 我们的汉语水平彼此彼此啦 都差不多 OK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 彼此他们的共同点呢 就是双方都有共同的行为 彼此关心 互相关心 彼此照顾 互相照顾 这个时候呀 他们两个的意思是相同的 可以互用 但是啊 彼此呢 他可以做代词 用在句子中呢 他是可以做主语的 彼此呢 要帮助 彼此啊 要关心 但是啊 互相呢 他是做副词的 一定要有主语 朋友们应该互相帮助 一定要有主语 第二个呀 彼此呢 是可以做定语和宾语的 比如说我们要关心彼此 还有啊 彼此的爱好 但是啊 互相是不可以做宾语和定语的 第三个呢 就是彼此啊 是可以重叠的 表示的是双方差不多 彼此彼此啦 OK 大家明白了吗 这是彼此和互相的用法 嗯 掌握了之后呢 我们一起来做个小小的练习 首先看一下第一个 你们是姐妹 应该照顾 嗯 应该是彼此照顾 互相照顾 对不对 看一下第二个 对同一个问题 什么的认识不同 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个应该选什么呢 的认识不同 OK 非常好 我们应该说是彼此的认识 彼此是可以做定语的 我们是夫妻 各自除了孝顺自己的父母 也应该孝顺 什么都父母呢 嗯 非常好 我们应该说是彼此的父母 OK OK 非常好 看一下第四个 现在是我们公司最困难的时候 大家应该 大家应该 嗯 互相支持 互相帮助 彼此支持 彼此帮助 嗯 OK 非常好 啊 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课文 首先呢 跟着老师一起来复述一下 我们这节课呀 首先讲了一个成语是什么 然后呢 朝三暮四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呢 它来自于一个寓言 对不对 啊 寓言呢 首先讲了老人跟猴子的关系 老人喂养了一群猴子 那他们相处得非常好 对不对 可以从彼此的行为 动作 举止 表情中知道 互相在想什么 这个是老人和猴子的一个关系 那老人喂养猴子啊 猴子需要很多的粮食 老人就发现了问题 因为呀 猴子的食量非常大 那么他们所需要的粮食啊 就非常的多 那财产不足 不够喂养这些猴子了 怎么办呢 老人只能节省家人的粮食 去喂养猴子 然后呀 限制猴子的食量 可是呀 猴子吃不饱了 会怎么办呢 他们非常的淘气 那老人怎么解决的呢 有一个朋友送给他很多巷子 记得吗 巷子是一种果实 是猴子啊 最喜欢的一种果实啊 所以呀 老人呢 就在粮食不足的情况下呀 决定用巷子来喂养猴子 早上呢 给他们三颗 晚上呀 给他们四颗 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课文内容 大家在脑海中仔细地复述一下 首先是老人和猴子的关系 然后呀 是老人发现了什么问题 OK 那么今天我们走进我们今天的话题分类词汇部分 这部分呀 我们主要讲的是饮食部分 食物 在中国呀 北方人喜爱的食物呢 是米饭 南方人喜爱的食物呀 是 北方人喜爱的食物呀 是 面条 面食 南方人喜爱的食物呀 是米饭 粮食 节约粮食 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要节约粮食 因为呀 在世界上有很多人呢 他的粮食是不足的 蔬菜 多吃蔬菜呢 对身体也有帮助 蔬菜中含有很多维生素 豆腐 嗯 吃火锅的时候 大家喜欢吃豆腐吗 中国的豆腐 OK 辣椒 我非常喜欢吃辣椒 花生 嗯 我不喜欢吃花生 因为我对花生过敏 土豆 嗯 我非常喜欢吃土豆 OK 土豆呢 在很多国家呢 是作为粮食的 是当地人呢 非常喜欢的食物 玉米 煮玉米 烤玉米 馒头 在中国呀 北方人呢 特别喜欢吃馒头 海鲜 海鲜烧烤 夏天的时候呀 在中国有很多的海鲜烧烤 香肠 香肠 我特别喜欢吃欧洲的香肠 OK 这是我们学习的饮食的部分 食物 粮食 蔬菜 豆腐 大椒 花生 土豆 玉米 馒头 海鲜 香肠 现在呢 我们从上面表中选择合适的词语来填一下控 第一个 什么主要是指可以做主食的东西 比如大米 土豆 玉米 等等 第二个 你不能每顿饭光吃肉 还得多吃什么呢 我不太能吃辣 麻烦你做菜时少放点啥呢 什么呢 我老家靠海 所以我从小就喜欢吃什么 靠海 好 同学们现在坐一下 老师给了大家一点点小小的提示了 谢谢大家 好,我们一起看一下第一个 什么主要是指可以做主食的东西 那我们看一下要选食物或者是粮食 那应该是什么呀 嗯,粮食,对 粮食主要是可以做主食的东西 食物啊,是所有的可以吃的东西 我们都叫做食物 粮食啊,就是指主要可以做主食的东西 你每顿饭光吃肉 不能光吃肉,还得多吃什么呀 嗯,肉和蔬菜,对吗 我们还第二个就是蔬菜 我不太能吃辣 麻烦你做菜时少放点 不能吃辣 所以做菜的时候应该少放辣椒 非常棒 第四个,我老家靠海 所以我从小就喜欢吃海鲜 嗯,第四个是海鲜 所以第一个是粮食 第二个是蔬菜 第三个是辣椒 第四个是海鲜 OK,大家做得怎么样呢 嗯,我们今天呢 学习的是朝三暮四的上部分 我们下节课呢,将会学习朝三暮四的下部分 OK,今天我们的课程呢就上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节课不见不散 拜拜